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呼呼介绍的变形经常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58集 今天来给大家做电玩系列 重新激活 VolgeColor S的天王星 Starscreen 这是这一波推出的四个玩具当中 最后一款跟大家分享的 那么它有一对非常巨大的翅膀 而且翅膀的配色非常好看 也是一样 这边是黑 这边是白色 那我个人的话 就顺便拿出这个来对比 这个组合套装 大黄蜂跟天王星的 它们都有两边不同的配色 不对称的一个配色 而OP跟音波的话则是没有 那我们也给大家 直接先 这四个男的让它捅框 这一波推出了四个玩具 有点让我喜出万万 我个人都非常的满意 每一款我都很喜欢 OP就不用说了 各方面表现非常的均匀 声波的话 虽然有人抱怨脱它的背包很大 有点美 但是关节很紧实之类 就是玩具的质感涂装 上面来说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之不错的 变形也是比较简单有趣的 而这款大黄蜂的话 除了没有腰转之外 各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均衡 那后方前方兼顾到非常的好 而这款天王星的话 实际上如果你硬要我 硬要我去排名的话 它应该是我觉得这四个里头 我个人是觉得比较 没有那么让我觉得惊喜的 可能是因为它的飞机 各方面来讲的话 最近变过一些非常优秀的飞机的玩具 所以就觉得这款稍稍逊色一点 但是依然不妨 它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玩具 也是很棒 只是你这几个玩具硬比较起来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头雕很帅气的一张人脸型的一个造型 眼珠子水蓝色很漂亮 球形关节 手臂的话两侧的肩甲不同的配色 平举的话最高举到这么多 二头肌转动没有问题 手肘弯到约90度 这里有个空洞比较可惜 腰身可以转动 而它的这个部件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调整 内外调整 我建议如果是为了方便可动的话 还是把它往两侧掰开来 这样行动会比较大一点 你往内推 推到底的话 推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点小干涉 手脚的平举膝盖弯到约90度 也有一个脚踝的接地 手脚的比例很修长 然后背包的部分的话 就是不用多提了 就是一个很巨大的翅膀 甚至说它的标志性的 后面这两个尖尖的部分 在它的玩具身上依然有表现出来 做出一些空战的画面 相信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我们来到它的变形环节 首先的话 头部的话 往下面这里往上面扣一点点 因为它这里的话 是一个倒钩 它是去卡住这一根杆子的 稍微要扣一下 然后旋转180度 然后将脸给平埋进去 然后这个脸必须要完全的转正 把它给整个埋进去 这样才能够盖起来 然后整个的飞机的头部 把它给掀起来 这里的话 这个凸扣进去这个洞 然后这个部分 双动关节 再把它给往前面推到底 然后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的 它的这个肩膀的这一块部件 跟这个手臂连接这个部件 它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 一个卡住的一个地方的 我们先把它给往侧边推开 给各位看一下 这里 我们把它给 这个地方 你看到这里 它这里是有一个小小的凸 它是这样子 这里往上 这里往上调一点进去 放下来 它这样就卡住了 这个地方变形的时候要记得 这里挑起来 然后把它给解锁开来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解锁 放下来 这个部件的话 就可以往后面推 这里的话有一个凸 先往下推 这里有一个往下推 然后红色部件 就可以往上面推过去了 推到底 手臂的话 就自然的往下面垂 当然往下面垂 再来先把背包的话 整个给翻出去 这个造型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造型就这样子翻 这里 比较好看的就是在外面 然后呢 这个地方要有一个凸 跟凹了一个结合在这里 然后整个翅膀 在这个时候呢 可以先做一个反转 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做反转 是比较不会干涉的 到时候就整个把它给往下面压下去了 往下面压的时候啊 就是这里要记得压下去 然后呢 这个 下面 这里 跟这个地方的结合在这里 跟这个地方的结合在这里 那这里有个洞 那上面是有一个凸在这边 但在那之前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脚的前半部 把它往上面推 脚后跟收起来 到这里 然后呢 这个脚的话呢 这个部件 往上推上去啊 它是到这里 这里还是有一个白色的小图 它要扣进去 里头的话呢 是有个 有个洞在里头的 看到没有 这里 有个洞 左右各一个啊 各位知道一下啊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我的建议吧 先把这些东西 到上面来 好 到这边 接下来我们再来开始扣啊 先把后面这个地方扣上去 这个两个地方最终要扣上去 然后这里有一个凸 印第安人跟黑人的一个组合在这里 我们把它也给扣上 那这里要捏紧啊 捏紧 后面的垂直尾翼可以翻上来了啊 那基本上这个飞机已经差不多定型了 那这里的话记得啊 这两侧能扣进去就把它扣进去 然后手臂的话呢 拳头给收进去 这个是有一个守护层形态的啊 我直接放照片给各位看 看一下就知道了 这过度的一个变形 然后就是这里有一个凸 上面不是有个白色的凸吗 跟手臂的话呢 要做一个组合 那就是靠着这个肩部 这里的一种各种关节 你就是硬把它给扣过来 扣上去就行了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 这里 跟这个地方要做一个结合 推过来 好 手臂把它放下来 好的 把它给扣上去 这个地方推的话是要往下面推到很很很到位啊 好了 然后上方这个翅膀的话呢 这里的话呢 就稍微做一个调整 主要是这里啦 主要是这个地方要把它给压 那最后它还有这个奶色线 一样扣到这里 其实它的变形我个人真的觉得是 这四块里头我会给它排名末位 就是它的这个变形我感觉吧 虽然很简单 但是就是各种 有点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愉快的一个变形体验 稍稍差了一点点啊 好的 这里 两侧把它给扣进去 如果说你还觉得还扣得不够平稳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桌上 然后用力的压下去啊 整个稳了 这样就全部扣进去了啊 我们来看到这款天王星的战斗机的形态 我是不知道电话里面怎么样 但是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花窍的家伙啊 就配色都是非常鲜艳啊 不管是白啊 红啊 这个黑啊 或者这个 然后这个黑的话呢 还是两侧的翅膀是不同的一个颜色 里头都有狂派的标志 飞机的上半部的话呢 其实做的非常的平坦 然后底部的话呢 其实也是在接受范围之内啊 这个厚度是可以接受的 驾驶舱的话呢 不能打开比较可惜 你在这里硬打开的话 就能看到头在里头了啊 然后它的武器啊 这个奶射线 这个金属的涂装的话 还是非常不错 但是上方有这个空洞 空到这里啊 感觉比较可惜 这里的话呢 还有两个这个负 负的一个水平的侧翼啊 这感觉像是某种 这个是苏联 还是什么的一个战斗机的一个配件 那上方的话呢 没有什么问题 底盘的话呢 看一下啊 没有起罗架啊 比较可惜 但是啊 整个平放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玩具的一体性也是很好 基本上没有松脱的地方 扣的都非常的扎实啊 然后其他的话 就没有什么好特别去 去占许了 因为飞机的话呢 就是没有什么轮胎啊 滚动性没有啊 就是这一次 其他的这几个家伙呢 统统都变成车子啊 就唯独这家伙变成飞机了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大家分享啊 这一款重新进货的 Voyce Christ的Start Queen 啊 分量也是不错啦 也是挺大的一个V级的玩具 啊 只是说呢 在这一波啊 四个玩具呢 都很优秀的情况下呢 我个人是可能 可能给他一个敬陪莫座的 一个排名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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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